你好你好 房企马尾一起平后黑洋装露出性感锁骨 女性佩真荣光焕发 此内9月开直播类似 医事丈夫王作宣到北京出差都不回讯息 2号出席活动也回应此事 这我们赛奈的一个方法 有时候要夜深人静总是会孤单想要人家陪 所以就是透过直播来跟他撒娇一下 那现在要过年了也回到台湾 我们就是每天都在一起 佩真说丈夫王作宣11月返台 两人几乎都形影不离 会一起去打高尔夫 对方还准备韩国机票 让他和姐妹们散行 但人才刚回来就把妻子送出国 时间点也引发外界联想 他真心的想要我开心 他觉得我在台湾就是前一段时间 真的有点辛苦 46岁的台湾好媳妇佩真保养得宜 拥有白皙皮肤窑窕身材 何小珍去南汉绿优时 平平被笑心肉搭讪 我被搭认算是常态 到出国大家就会很讶异 就是说 这妹妹这么漂亮 结果我都会跟她说 我小孩已经上国中了 然后他们就会很惊讶这样子 就是猜不到我年龄 她一下飞机 马上就有人过来跟她问路 还是什么的 对我就觉得 哇也太快了吧 佩真嫁给医师王作宣 14年育有一双儿女 两人时常在社群平台晒恩爱 宛如新婚夫妻 连女儿也会与她争宠 她就会过来说 我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然后就会想要跟我争宠 那我老公很可爱 他就会旁边说 不好意思 最漂亮的是你妈妈 你永远都不会超越她 女儿斗屈反应 笑翻全场 佩真说经营婚姻 体贴对方是必须的 幸福婚姻没有洁净 要用心经营 TVA新闻庄 启元章启云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